另一方面運動彩券的主管機關體委會今天到運彩去查核 對於富邦在第一時間的欺瞞行為 體委會非常不滿 並且要求針對一些重大缺失要限期改善 但是體委會認為目前還沒有達到要求停賣彩券的地步 運彩公司的總經理翟曉碧則表示 他已經向富邦請辭獲准為這一場風波負責 為了弄清楚運動彩券發行商 怎麼會放任內部員工舞弊 體委會官員上午前往富邦公司查核 不過對於第一時間富邦說這是技術疏失 沒有據實已告體委會很不滿 我確實認為他當時是欺瞞了我 我們主管機關是非常遺憾跟覺得不應該的 就算第一時間被蒙在鼓裡 體委會還是要幫忙亡羊補牢 也認為這是整個內控機制出了大問題 因此要求整個獎金均分的運彩管控機制 要從一個人的核可驗證加嚴變成雙人 標準作為程序要檢討補牆 那就這個要雙人合可雙人驗證 還有這個另外有主管來監控 今晚體委會認為這一次舞弊事件 是屬於重大疏失 不過是不是足以讓富邦停賣運動彩券 體委會態度謹慎 只說還要再研究 不過初步是要求富邦限期改善 沒改善才開罰 雖然說要再研究 不過體委會傾向讓富邦繼續經營 只針對這次有問題的運彩先下架處理 而運彩科技公司總經理翟曉碧 則是在體委會主持的記者會結束之前 突然宣布自己已經向富邦公司請辭貨准 說是要給社會一個交代 記者林靜梅 邱福才臺北報導